四下跳舞就是勇士 部落裡面的勇士 他們就是做出陣前的準備 準備去獵山豬 然後前面的那個是 部落裡面比較勇敢的哥哥 有一個兄弟的鬥爭在裡面 我們把這個放自己 地上的這個是 也是野豬啦 等一下沒有穿那個道具 他有扮演的角色是 野豬 山豬啦 現在前面這兩位是兄弟 這是部落的少爺 他們準備要做風收集 可以租給哥哥 哥哥獵子 但是弟弟心裡不高興 所以他們現在是準備風收集的時候 待會兒弟弟會出來鬧場這樣子 好 他們現在手是其實有拍一些供應 中間那位穿背心的那個是 部落的頭目 啊 旁邊兩位 因為黃麗衣服 跟哥哥之衣服的是 夫斯 他們手上都會有那個 驅蚊的那個葉子 蚊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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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蚊蚊 對 對 他這個活動 這比賽從頭到尾都要講主語 就是他們的母語 他們的母語是 台灣主語 台灣主語 所以這些小朋友他們都是 在上課的時候 就有用母語講話 他們有母語講話 所以他們都會講話 現在那一步就是 因為弟弟出外鬧場之後 就是在風收集的過程中 去打擾這個基點的景氣 我們部落裡面講是主令 就是我們神的地位 就生氣的就造成土石流這樣子 好好好 我們還有兩條紅布過去 表示說有很多人因為這樣子 死了或者是受傷這樣子 現在因為所有的食物都沒有 都被土石流掩蓋了 所以現在村子裡面的人都很辛苦 沒東西吃 這一幕就是表現這樣子 部落裡面的百姓都因為沒有東西吃了 他們只能夠吃那個樹上的嫩葉 所以頭目出來也很通勤這些 組裡面的人 但是他也沒有辦法去處理這一塊 沒有辦法解決這樣 後面這三個比較 因為我們有一個房子 那三個是男生 三個男生是推道具的 是飾演那個祖靈的 就是他的神鬼的特質 祖靈的部分 所以現在大家村子裡面看到祖靈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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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祖靈在現場我們看的時候 他是比較高的位置 他會站在那個房子的後面 就好像說房子後面升起來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那現在是因為道具不在這邊 在比賽現場 在會場那邊 那是剛才就是祖靈跟他們 釋福給他們 他們就可以改善那個沒有反思的那個困境 這是一個祈福的儀式 一個動作 這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都要融給新的元素下去 我們村子在這段 我給他稍微有一點現代舞的感覺 因為他的服裝其實是一個 比較有一點長披風這樣 他出來就會像隨修從後面戴這樣 那種感覺 因為他提升他神葛的特質 很難用人去演出 只有那個服裝上面去講 那就是那個弟弟發現他做錯了 他準備要向鬼鬼唱 那就是他做錯了 他謝謝 那就是哥哥 那就是哥哥 那是哥哥 那就是哥哥 然後那就是哥哥 我聽到 這就是哥哥 比賽的時候,他都會有小型的耳掛式的麥克風 所以聲音會出來 這邊是弟弟,這邊是哥哥 弟弟想哥哥唱,哥哥哥開始努力卡 我都覺得和好 沒有,舞蹈的表現就是 那是第二次的紅手機,因為他們已經很合好 然後就在這裡,然後就在這裡 然後就在這裡 沒有,就是在這裡 然後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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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幾個月 那是一位 皇上 那是他那一位 他在這裡 那是他那一位 那是他那的 rp lp i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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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